看看这个美瓣已经绣得一点都美了 看看 这一个美瓣在这个地方 原来它在这儿呢 把它抠出来 美瓣在这儿 然后它这个烟囱挡着 这个烟囱再拆了才能 安装 固定烟囱的螺丝 有时候有两个 有时候有一个 不同热水器也不一样 不在现场看不出来的 还除非它这个擦的特别大 我们在这里推荐的美瓣更换工具呢 是电动的力具冲击搬手 正常情况下 如果从来没有换过这个美瓣的 你要是使用手动的套筒搬手 即便加长延长杆 也很难能把美瓣取出来 像这种力具冲击搬手 有电动的也有气动的 我们一般使用电动的就足够了 大家一会可以看一下 这种电动的力具冲击搬手 它的力度有多大 一般来讲 如果是新的热水器 从来没有更换过美瓣的话 那美瓣呢一般就特别紧 很难能拿出来 所以我们用这种电动的力具冲击搬手 就非常省时省力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管是拆还是安装这个美瓣 我们都希望大家使用这种点动的这个方式 在拆的时候如果美瓣已经松动 大家就不要用这个电动工具了 哎呦 太亮了 哎呦我天呐 没了 嗯 你教一下 你打开 看没 嗯 嗯 你看看 看到没 这是原来的新的 这个是这样 都腐蚀没了 像刚刚拆出来这个美瓣 就剩一条钢丝了 如果你还用那个电动工具的话 转速太高 有可能会破坏内担 得不偿失 放不进去 放不进去 这个盐盒还是挡着 我再拆一截 这边就是 这一点不好 就是这个 空间利用的太 太充分了 你得给这些设备维修 啥呢 留出空间来 对啊 这是能不能放进去 没事 一点点 还是不行 看这比较麻烦了 终于找这个位置 有的是真放不进去 我们真遇到过放不进去的 你就得买那种特别贵的 它是那种可以折叠的 你这有可能会有点脏东西出来 到时候 就是里边有秀 刚才这个 它口已经秀得很小了 那秀在那里从哪儿出来 不知道从哪儿出来 所以说你要 你可能是哪个水龙头 然后你到时候这个 刚才你看了 哎呀 这个是我的意思 就告诉我的意思吧 对对对对 然后到时候有哪个水龙头煮了 然后一会儿告诉你怎么弄 这些 它这个上面就是生的太多了 然后棍子都已经下不去了 我就往它一捅 它有些东西就掉下去了 这个这个东西在水里是不是 对对 按照新美瓣 紧的时候 一用这个公柱呢 就紧一下就行了 而且一定先用手 紧到不能紧为止 再用这个公柱 它还能捣护打呢 对就是这个意思 咱们是懂的 但是不会换 你没有工作啊 你这个出来没换过 没换过 肯定没换过 一般换了的话呢 就会在这个tank上面去做个标记 就是一看就知道啥时候换过 它没换过 一看就知道 然后那个火出来没动过 嗯 不是那个 这个不影响我 我那个 我的热水快烂了 我的热水快烂了 应该怎么办 我现在感觉好像冬天的水 有时候不够问题 这个这个不延强 这个这个没办法 这个可能调一下个温度 稍微稍微 稍微比下天稍微高点 这个在哪 这个在哪 我这怎么搞 我这东西就不够了 经常也没调过也没那么多 等会儿来看看 看它漏不漏 这是集市家的呢 不漏 你又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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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包的就是 你告诉你自己是行的 你告诉你自己是行的 那他就是行的 告诉你自己是行的 告诉你自己是行的 一会儿可能有气出来 不要害怕 我自己拿着皮 然后换了 对 好了 这会儿应该就不会再有那个气了 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更换美棒的时候 基本上不用拆烟囱 但是呢 因为这个客户 他安装的时候呢 这个空间太拘促了 所以我们不得不把烟囱拆了 还好运气不错 上面那个主通风管道 还没有完全挡住这个美棒更换 有的客户家里呢 正好这个美棒的位置呢 在这个主通风管道下面 往外拿是拿不出来 最后不得不 重新更换热水器的位置 那样工程量就比较大了 像今天拿出来这个旧的美棒呢 就剩一条钢丝了 这个钢丝呢 它是给这个美棒起加强的作用 因为这个美棒呢 不管是美的还是铝的呢 都比较软 所以说中间呢 一定会有一个这样的钢丝的芯 正常情况下 如果腐蚀掉原来的量的75%左右 就需要更换新的美棒了 我们呢 遇到的最严重的情况 是连那个钢丝都没有了 拆下来以后 只剩一个头了 像这样 对这个内胆的损害是非常大的 我们简易是根据当地水质情况 每隔两三年 就需要更换一个美棒 以延长热水期寿命 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点赞评论 订阅分享 和按小铃铛 有小惊喜哟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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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